温哥華,季節性敏感通常由二月中開始 樹木和植物開始發芽,釋放出大量微小的花粉 導致有花粉症敏感的人士出現眼睛痕癢和打黑癡等反應 不過春季亦是流感和感冒季節 大家可以如何分別自己是患上了感冒還是花粉症發作 以及大家可以如何舒緩季節性敏感的症狀 在今晚的健康原理,我們請來家庭醫生跟我們講解一下 家庭醫生施明健表示,温哥華樹木生長得較好 從二月開始發芽後就會散發細微的花粉 從五月直到夏天結束主要是草的花粉 例如說今天星期會冷一些,可能一年樹就立刻會 麥芽開花,樹的花很小,花粉也很小 所以在空中飄逆才會引發敏感 而我們那些美的花,如藍花、森花 那些花粉是黏黏和大粒的,不會引發敏感 所以花粉只是樹的花粉和草的花粉 就不是真是那些美的鮮花的花粉 春天正直感冒雙方季節,詩醫生表示 感冒突然會出現發燒等不適症狀 雙方就會慢慢出現鼻塞、喉嚨痛和咳嗽症狀 通常10天內症狀會消失 他建議平時在春天出現花粉症嚴重的人士,現在開始就可以使用生理鹽水洗鼻 或者使用舒緩敏感的噴鼻劑 噴鼻劑需要連續使用3至4天後才開始有效 他表示,有花粉症的人士也可以服用含抗組織胺的抗過敏藥或喊藥水 舒緩眼睛含氧等過敏症狀 好了,今晚的健康原理就講到這裡 我們來看見到 我們來看見到